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牧师 生母 伯伯 伯母 叔叔阿姨 大家晚上好 我叫郑洪浩 今年十六岁 谢谢大家给我的祷告和支持 让我去年可以去台湾短学 谢谢大家给我今天的机会 可以分享去年到台湾短学的感想 自从上小学一年级以来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小学老师 当我越来越长大 我发现我很爱教小孩子 所以如果有机会 我就去教小孩子 去年夏天 我终于参加了台湾短学队 到台湾教小孩子英文 用圣经故事教英文 去的时候我知道会挺辛苦 我也知道我会得到教学经验 但是我没想到 我的收获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还没到台湾的时候 我就发现短宣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有很多开心的事 但是也有很多压力和困扰 我感觉到短宣不只是得到教学经验 短宣教我怎么和队友沟通 怎么和队友合作 也教我在基督耶稣里 和弟兄姐妹有更好的关系 有的时候突然的事情会发生 有些是愉快的 有些是不那么愉快的 但是无论怎样 我不能像在家里一样大喊大叫 还是要和队友好好沟通 好好合作 短宣也教过 对环境不能挑剔 在台湾苗栗教会的时候 生活很简单 六个女生住在一个房间 搭地窟睡在垫子上 每天早上 我们要把垫子卷起来 放在角落里 因为这个房间也是我们唯一的教室 因为只有一个冲凉房 所以每天晚上软宣队的九个人都轮流洗澡 尽管生活条件这么艰难 我从来没有听见人抱怨 每个人都很快的适应环境 马上专心工作 我很感谢苗栗教会的余牧师和桂香师母 尽管他们教会条件很有限 他们还是热情的接待我们 从这次短宣 我看到我的生活条件很好 我要有更感恩的心 教孩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苗栗教会的孩子很聪明 但是也很吵闹很淘气 使他们安静下来专心听课 还是挺难的 但是队友们一起合作 加上糖果饼干的奖赏 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星期的英文短宣 通过这次教英文的短宣 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我学到了对孩子要有教学的热情 我也学到了和队友要有全新的合作 我一个人真的不能教这么多孩子 当我们累的时候 我们都彼此鼓励互相打气 我也从孩子身上学到了 要有对学习的认真和追求 今年照会余组织去台湾短宣 今年的短宣会有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在苗栗 一个星期在图南 尽管去年的短宣让我很累 而今年的困难肯定更大 我还想参加 所以我又报名了 虽然很辛苦 但是大家一起为上帝的国度而努力 还是很值得的 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来分享 请大家继续为今年短宣队祷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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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